要来关心美国现在的疫情难以趋缓 确诊人数来到了53万人 死亡人士更是冲破了2万人 已经正式超越了意大利 光是在重灾区纽约州 有18万人遭受感染 超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 全国总确诊人数 全美50个州也首次全部进入 重大灾难状态 疫情严重可想而知 但川普政府仍然想要尽早复工 重启经济产能 也不排除要对染病后痊愈的人 发免疫卡让他们优先复工 洛杉矶延长禁足令 纽约市则宣告公立学校 本学期不可能复课 美国疫情直冲天际 死亡人数突破2万 首次超越意大利 确诊跟死亡人数也双双沦为全球最高 更创下史上首次全美50个州 跟华盛顿特区都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光是纽约州感染人数 就比世上任何国家的全国总确诊数还高 但即便如此 美国还是一心想着复工 川普政府考虑对染病后痊愈 带有抗体的美国人发放免疫卡 优先复工 佛奇表示抗体检测技术指日可待 到时候将与确诊筛检同时双向进行 因为大多无症状感染者自我痊愈后 体内可能存在抗体 不过就有专家提出警告 专家认为目前对新冠病毒还没有全盘了解 不清楚染病痊愈后是否就百分百免疫 也不确定免疫力可持续多久 而这些答案都还需进一步研究 留言好 编译